新北中和区内南里办公室举办共餐 这一年来物价持续飙涨 为了让长辈吃到美味的素菜 志工特地到台北市的华南市场采买食材 控制成本让美味不打折 中和区内南里举办饮法共餐 志工准备五菜一汤的素食料理让长辈享用 一个月一次的共餐是邻里长辈交一时间 出门聊天吃美食心情更快活 都是附近的邻居啊 都是差不多年岁啊 可以见见面啊 一个月见一次啊 每样菜都很好 尤其那个炒面我很喜欢吃 那这边是素菜 你觉得这边素菜呢 我平常不爱吃啊 可是这边的素菜我很喜欢 他有特别有精心调理 对对对 内南里每次共餐 最少都得准备五十人份的餐点 但近一年来物价持续飙涨 为了让长辈吃到品质好 价格又合理的食材 志工特地到台北市的大市场才买 这是胡椒牌 一斤它贵三十块 那这是豆包 豆包 生豆包回来自己炸 那就是我们这边零买的 那一斤要差差不多三十块 对 所以到华南要跑到远一点地方买 对 那就是比较便宜啊 虽然物价飙涨 但里长保证 只要长辈肯来 共餐菜色绝不缩水 要让长辈吃得开心 在做资源回收这些方便的经费 来支持共餐 因为老人家很开心的来吃 当然大家要吃得开心 吃得下去 看他们快快乐乐的 也在用餐 那物价涨的话 说实在我们老人家在吃的话 还是照买 照买 照做 让这些老人家很开心的来用餐 里长与志工用心准备食材 让长辈吃得健康 更吃得营养 走出家门交友聊天 开心在底安了 请不吝点赞